你知道吗 在我国历史上 被奉为神明一样的奇人 有很多 就比如那位 曾被怀疑是穿越者的王莽 他发明了游标卡尺 短裙 钉鞋 土地改革 货币改革 计划经济 等一系列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措 让人觉得 根本就不是那个时代 该有的思想和理念 再比如神秘莫测的鬼姑子 诸子百家学问 他无所不知 还未出山 便能操纵天下 但就是这样一个神人 如今却没有人知道 他的真名叫什么 究竟活了多少岁 那这个人是否有真实存在 另外还有鬼姑子的徒弟徐福 相传他曾携带 三千童男童女泛海东渡 去寻找传说中的蓬莱 盈州 方丈三座仙山 以求得长生不老之药 结果竟是一去不复返 以上这三位历史人物 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一位 在历史上 比他们还要传奇的人物 老子 几千年来 世人对老子的评价 褒贬不已 有人说他是最接近神的存在 但也有人说他是千古大恶人 比如梁启超 他就曾说过 老子徒读了中华文化两千多年 那么老子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在揭开这个谜题之前 先从他异于常人的奇性姿势 开始说起 传说当年老子 骑着一匹青牛 离开了寒谷关 从此之后就消声匿迹了 那至于他究竟去了哪里 至今仍是个谜团 这多数人骑马 都是两腿岔开 但老子青牛的姿势 却是双腿并在一侧 并非常见的骑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骑牛呢 于是九人猜测说 老子崇尚无为 主张顺其自然 之所以侧着做 是不想控制牛 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 让牛自己决定往哪走 此外 还有玄幻一点的说法 有人说老子骑的大精牛 并不是牛 而是上古神兽四 在《山海经海内南经》中记载 四状如牛 苍黑 板脚 逢天下圣 而现世出 意思就是说 四这种生物长得很像水牛 但皮毛是青黑色的 额头正中间长着一根冲天牛角 只有天下即将兴盛的时候 才会出现在世界 那这就令人匪夷所思了 这老子骑大精牛出航五官的时间 大概是公元前485年 之后历史上出现了百家争鸣 百花齐放的局面 并且在这个相同的时间节点内 西方还出现了亚里士多德 苏格拉底 柏拉图 释迦摩尼 这些圣贤人物 那如此看来的话 确实有种天下圣世的济世感 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 这思想文明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那么问题来了 老子又为什么在圣世来临前选择不辞而边呢 老子当年西出韩古关时 最后一个见到他的人 是韩古关的官令尹玺 据传老子在遇见周王朝衰败后 打算离开故土 准备西出韩古关 在临行前 老子交给尹玺一篇五千字左右的道德经 之后他便骑着一头青牛 出韩古关西行而去 那至于老子到底去了哪里 最后又如何 却不得而知 不过关于这个谜团 世人给出了几种说法 有人认为老子西出韩古关后 是去了古印度 然后遇到了释迦摩尼 并点化了他 各有甚者认为 老子就是释迦摩尼 是佛教的创始人 这还有一种说法是 老子西行跟大禹所留的山海图有关 据穆天子传记载 周王室藏书大部分都是三皇五帝之书 也是极为重要的上古秘书和珍宝 那这里就包括大禹刻在九顶上的山海图 这图中就明确标注了 山海经海内西经 并且还记载了万神居住的神山 昆仑丘的所在地 古人一直都热衷于寻找此山 而周沐王正是因为看过山海图 才能一路向西 最终登上了昆仑山 成为史料记载的第一位成功探访者 另外老子还担任过 周王室图书馆的馆长 那基于自身植物的便利 老子也肯定看过山海图里 关于昆仑丘的描述 以此才为极为巧合的 经过黄河一路向西而行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在老子吸出寒谷关后 刻着山海图的九顶 也随之神秘的消失了 那么这似乎更加印证了 老子吸醒就是为了寻找昆仑丘 那么这个山海图 后来又怎么样了呢 山海图一直被历朝历代 视为珍宝 但到了侵朝时却神秘失踪 因此就很多人认为 是被秦始皇带入了陵墓之中 以保佑秦朝基业 万事永存 对此有专家大胆猜测 想要揭开山海图中的秘密 只要挖开秦始皇陵 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老子认为宇宙最初 是虚空无物的状态 后来因为道的存在 生出了一种气 那这种气逐渐凝聚成了 一切物质的基础 从而又形成了宇宙万物 更不可思议的是 老子的宇宙诞生理论 绝不仅仅是抽象概念 而是一种宇宙诞生形象化的描述 由科学家们经过研究后证明 老子的宇宙诞生理论 于2000多年后 与美国天文学家哈勃 提出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不谋而合 甚至极为相似 那我们应该如何去理解 老子的这句话呢 难道他真的凭借着 自己朝鲜的智慧 提前西方2000多年 就预言了宇宙大爆炸吗 在老子看来 倒可以理解为支配万物的规律 而道生一中的一 指的就是整个宇宙的 本来面目 基点 在137亿年前 一个包含所有物质和能量的基点 因为某个未知的原因 突然发生了大爆炸 从而生成了物质 相当的正反物质 即一生二 如果数量相同的正反物质 在弱相互作用力中 就会立即隐面 打破原有的平衡状态 即二生三 这正反物质发生隐面后 最后残留的小部分正物质 形成了如今的宇宙 也就是最后的三生万物 那这样来看的话 老子的倒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理论 与如今的宇宙大爆炸理论 有着异曲通工之处 估计有些人可能会疑惑了 一位在2000多年前的古人 他如何在没有任何 现代科学理论的支持下 参透这种理论呢 首先老子在2000多年前 就预见了宇宙是有起源的 并非是一致存在 关于这个理论 2000多年后的哲学家 康德也提出了类似观点 他提出的观点 是基于现代物理学 蓬勃发展的环境下 而老子是在没有任何 现代科学理论支持的前提下 提出了宇宙诞生理论 仅凭这点而言 老子的思想 就领先了西方2000多年 好了 本期的视频 今天都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